高雄警方在押送一名 这毒犯通气犯来到地检署的途中 这嫌犯疑似毒瘾发作 竟然企图抢夺警方枪支 那么两名远警为了护枪用手抵挡 没有想到却被狠咬了一大口 车车中两名远警突然冲出许诺车外 一名嫌犯被拖出来压制在地 成名看起来 相当紧张 远警立刻将嫌犯戴上手铐脚镣 原来上一秒这名毒品通气犯 被押往高雄地检署途中 企图抢夺远警枪支 远警为了保护枪支 赶紧用手拼命抵抗 那嫌犯立刻狠咬两名远警手臂 骨头有没有跑出去 我要用咬一样 两名远警被咬得伤口凹了好几个洞 警察赶来支援的警察立刻帮忙清枪 确认子弹和手枪都没有遗漏 大家才松一口气 有人证明嫌犯在押送过程中 毒瘾发作加上不想坐牢 才会在警车内抢夺警枪 企图夺相自尽 只是两人都被咬得鲜血直流 就怕嫌犯患有艾滋病传染 两名远警事后也紧急咽血检查 好在远警用生命保护枪支 才没让嫌犯脱逃 记者综合不到